大家好,歡迎來到咖啡日常 今天我終於來試一間在旺角Moco廣場裡的電大起屋 大起屋吃得多,但是電大起屋未吃過 我在網上看見別人的食材好像很漂亮,很新鮮,很大件 我今天就來驗證一下 我準備好,我準備開餐了 進來了,我坐下點了一點刺身和壽司之後 我想出來看看有什麼熟食,真的很豐富 有這些辣蝦仔 我經常上網看,有些人說可以,有些人說不行 所以我這次親自來嚴證一下 另外它還有很多副的點心 我看到它的點心,樣子都不錯 有些很特別的點心 小龍包的樣子都漂亮,蝦狗都很漂亮 這裡都很吸引的動盤 有翡翠螺,蝦,青口,有很多水果 很特別,有一件很特別的,就是這個羊莓 我其實很喜歡吃潮州的羊莓 不知道它有沒有醃過的呢,一會兒試一下 對面都有些水果 顧著看那個熊,這個羊莓 不記得這裡原來有一刀榴槤 旁邊的桌子已經很厲害了 哇,很多食物,有很多不同的小食 跟其他大喜屋都差不多 再多一點的冷盤,西式的橄欖都有 好,看看那些甜品 飲品那些不看了 我們掃一掃它有的雪糕種類 另外,旁邊還有一些很小的精緻 手造的甜品 這款式都真的很足 好,我準備回去吃東西了 我發現有酒 拿一點就回去吧 這個就是我一坐下 馬上點了的海膽壽司 我第一次看這個 關於電大喜屋旺角店的海膽壽司 是很漂亮的 和現在我看的這個比較 我覺得是差了一倍 因為最初我看的時候是鋪得滿了 但是它的海膽質素的樣子 都很完整的 不會說爛屁屁屁 所以都可以接受的 不過就要多吃幾件了 然後呢 你看一下,這個刺身船都到了 我選了一些我自己喜歡吃的 質素呢 其實我又覺得和外面 平時普通大喜屋是無異的 不過我最喜歡吃的 是金瘡和油甘的 我一會兒試一下它的質素 等我就試一下這個海膽了 我會就這樣夾片頭 試一試它的質素 我選了最漂亮的一隻 我看到它很整齊的一隻 好像那些都是馬糞海膽的 那些這樣的海膽 先試一下 嗯 都很甜 一些不舒服的味道都沒有 所以海膽的確是好吃的 是少了 比起我之前看別人的影片 少了一半左右 但都合格的 好,我先試一下金瘡魚腩 都是這些才是歸到本的食物 因為通常這些 你吃一件 漂亮的那些都要二十幾 三十塊一件 所以來這裡吃這些 就可以歸到本了 不客氣了 嗯,都很新鮮 雖然它的樣子沒有去到最頂級的 是很整齊的瓷身 但是它的鮮度很好 而且當然要夠冷 汁都很好,很甜 這個都可以歸本 又點了一個清酒煮蜆 肥嘟嘟的大蜆 這些像是沙白 這個樣子都挺吸引 我其實是怎樣做 這個叫做花膠魚翅 但其實它的樣子又不像魚 不,不像花膠 我覺得它很像魚肚 很明顯 看它的樣子應該是一塊魚肚 哦,假裝 我先試一下 我先不敢說 但它的樣子應該九成九 都是魚肚 是不是有這個商品說明 試試 明明是一塊 魚肚 哇 無論如何 我叫了這個蠔 很漂亮 我要試這個 很豐滿的調味料 和炸蒜 很不客氣 這個拖羅也到了 我分開它 叫了四片 樣子都很漂亮 很吸引 很肥味 我忍不住嘗一嘗 嘗 哇,我真的 其實放題 可以吃到拖羅 吃得太幸福了 那如果這樣 價錢三百多元 有這些質素的拖羅 我覺得是很划算的 坦白說 只是這幾片 我不說多少錢 大家出去查一查 哇,好味 真的好味 很厲害 平時的拖羅 有很多筋 可能我幸運 這份 油份飽滿 它不會太多筋 哇,真是很甘香 還有一些 剛才在這裡吃光 但不要緊 你知道我是大胃王 我會繼續努力 好好味 好 我先放下拖羅 我想試一下這個蠔 哇,太誇張了 這次吃這些 放題 吃一下生 吃一下熟 你的漏感是沒有那麼高的 嘗嘗蠔 嘗嘗蠔 太誇張了 撥開一點點 我發現原來這隻蠔 看得好像很大 其實被那些調味料 搞到它變成增補 應該只有這麼小隻 但是調味料的樣子很吸引 嘗嘗 嘗嘗 都是一些雪蠔 不像是一些新鮮蠔 很香 謝謝 嘩,好好味 是他的師傅 很厲害 整個調味超好吃 有很輕微的印度風味 嘩,這個真的好吃 好好吃 好 反應都來了 我不如吃完這個 這個 這個魚 扇貝仔 不客氣 不客氣 嘩,其實蠔真的很好吃 我想說辣辣地很好吃 而今天幫我開機的好姐妹 現在看著我 在這裡流口水 不客氣 這個好吃 但是蠔好吃很多 哇,這件燒羊架都很漂亮 這件燒羊架 我準備試一試 掃了一大輪熟生的食物之後 我現在嘗嘗這個羊架 趁它還熱 我聞到一些芥辣味 很軟 很軟 好吃 幸好不是這麼大件 我還有很多東西想吃 剛才我試過一些 Colo 池魚刺身 全部都很新鮮 唯獨我不滿 就是那個 說是花膠的魚肚 還有刺也一般 海參和刺也一般 都是吃這些正路的食物 很好 我們也點了這個 燒蝦 應該是甜蝦 燒甜蝦壽司 樣子都很漂亮 現在大約吃了一個小時 我飽了多少呢 我想三、四成 四成 對,餓得多大 現在試試這個 原來是燒尺蝦 嗯 燒熟的蝦又不同口感 我今天切身 沒有叫過蝦 因為我喜歡吃魚多的蝦 但原來這個半熟的尺蝦都很好吃 然後可以叫一些重口味 這個就是鵝肝 另外叫了一個京燒 這個應該是雪魚 還是我都不記得 剛才點的時候 還有這個醉鮑魚 上個星期我做了醉鮑魚 自從給家人吃 他們都說很好吃 我現在準備試一試這個 故意放一個重葉蟹 放一個重葉蟹在這裡 拌一下 樣子漂亮 其實我自己還沒吃重葉蟹 我這一轉就會吃 我現在先試鵝肝 鵝肝很漂亮 剛才拍了給大家看 它的生熟度好像也很好 因為我自己吃鵝肝 我喜歡裡面有微微的 生軟的才好吃 熟了就不好吃了 我覺得 我不客氣了 好棒 它的生熟度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鵝肝 它本身的質素 尾血到硬 最香滑那一隻 可能成本問題 但是說真的都不差 你可以任吃的話 一片大家買開的都知道多少錢 所以都不值得 而且也挺好吃 而且我今天有這個 有這個Sake菜 哇 真的所有東西都特別好吃 希望我不要喝醉 我還沒喝得太多 只是半瓶而已 中途菜呢 我現在拿了這個榴槤蓉 還有這個羊妹仔 我看過榴槤蓉的味道 是非常濃的 非常香濃的 中途試一下榴槤 其實我不應該用筷子 我應該用匙巾 嘗試一下 哇 超濃的榴槤味 其實我在想 有些人如果坐在旁邊 不喜歡聞榴槤的 是不是很慘 因為它的味道超厲害 哇 很厲害 十分好吃 哇 幸好好吃 因為我家裡還有兩塊榴槤 我打算不要試榴槤 但是真的很好吃 我猜它可能是有幾隻不同的榴槤 有些黃一點 有些鹹一點的顏色 有些鹹一點的顏色 但是真的很香 我想我旁邊左右 全部都聞到 希望他們都吃 嗯 好好吃 然後 我會試這個 楊梅 因為未必人人都吃楊梅 在這個時候 有東西到了 我只想給大家看看 這個更漂亮 更漂亮 我剛才叫過一客的拖羅 很漂亮 我吃了十幾二十片刺身類 這個是後家的 因為我真的忍不住 很甘甜 說回這個 潮州有很多這些 我試一試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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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適合我 好姊妹 哇 酸得飛起 雖然它很紅 不好意思 真是酸 如果好吃的楊梅 應該是大顆一點 再熟一點深紅色 就會很甜 但這個這麼紅 但也很酸 好 繼續吃 我放進口前 我想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你看它的脂肪分佈得多漂亮 我更捨得吃 美得 叫了一件鰻魚 燒鰻魚的樣子很漂亮 和姐妹兩粉 剛剛好試一下 好 我現在試一下這個鰻魚 鰻魚一件兩粉就對了 原來它很厚皮 脂肪很多 嗯 沒有特別驚喜 但也不是差的 很多鰻魚 鰻魚味 不要期望是很漂亮級數的 然後呢 看看我吃完這個 剛才我都拍過給大家看 這個 這個是醉鮑魚 看看有沒有我做這隻這麼好吃 味道 搞得我好像很大吃 吃這些時候 不要旺點喝一口清酒 這樣就很舒服了 不過我不知道 吃榴槤可不可以喝清酒的 大家可以告訴我 我只知道榴槤 吃榴槤不好喝啤酒 清酒我就不知道了 好嘗嘗這個 好嘗嘗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我喝了酒的關係 我完全吃不到有酒的味道 只有一點點甜甜的 有些雞湯的味道 我做的好吃很多 消蜜時間 我買了這個 芝麻雞翼 忍不住 所以忍不住 鱼鴿 還有燒菠蘿 這些燒菠蘿每次都很好吃 想不到鱼鴿那麼好吃 你看看 這樣看成一燒雞一樣 好嫩 連胸肉都好嫩 說真的比去大火炭那些 燒鱼鴿 好了我自己粗刀了 這個乳鴿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燒菠蘿 這麼飽到燒菠蘿 你都知道我多好吃 真的棒 但還沒吃這個乳鴿之前 我最後給大家看這個 這個是我叫的燕窩 椰焗椰黃 平時我都一般吃甜的 但也挺清香的 聞下去的味道 因為我趕下班 我現在先試這個椰黃 但剛才我想說 我試了長腳蟹 我自己就覺得一般 其他的淺身全部都OK 好我先試這個椰黃 挺好吃的 挺清的 真的吃到椰黃很清的椰香 那麽麵頭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軟窩了 但小小的一個人吃都OK 好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我 假妹日上 如果喜歡這條片 給我一個like share給朋友介紹一下他們來吃 還有可以看到我介紹不同的餐廳 那些 記得我們要支持香港的經濟 希望 希望不要碰到舖子倒閉 真的要靠你們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兩位成為810元 但是這麽多東西吃呢 其實真的多本 不過要逼自己一次過吃這麽多東西 請到哪個禾 超級好 謝謝 謝謝 3